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Ivan 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2019年的东京车展现场 然后在我面前的就是很多人很留意的这个Baby G 就是那个Suzuki的这个Jimmy Jimmy他有了两个车型 分别是海外车型还有这一个国外车型 在他们的日本本地的车型里面 他们大概是一个660cc的engine而已 然后至于国际版则是搭载这个1.5的这个自然进气引擎 这一台车它拥有非常强悍的这个越野能力 然后我们可以去带大家看一看另外一台实车 就是在后面这一台军绿色的实车 OK 这一台车的外观风格确实是比较硬朗一些 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外观有一点像是融合了这个Jeep 还有这一个G-Class的设计 这个Projector是LED的 然后下面这个屋灯同样也是 嗯 不是LED的 它是一个鲁树的灯泡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里全部都是防刮材质 它不是亮面的 都是防刮材质 所以它这个设计是为了真正让你去夜夜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车尾 目前的这个Gimney只有爽门车型 它后面是可以坐人但是不能开门的 如果说你要坐后座的话你要打开这边 然后把这个 oh sorry 你要把这个滑去前面 然后你才可以坐到后面 它是一个四人座的车型 OK 我们先看一看后面 后面方面它的背台是这样子掉着的 所以这样子这个角度看过去是不是有点像以前的那一个G Class OK 然后它上面写着一个Gimney的样式 开车门把在这边 打开之后其实那个置物的地方不是很多啦 你要置物的话你就必须把这个椅子放到 来啦 它就放到 然后它这边同样也是有防刮材质 防止你的重物啊你的物品刮花这一辆车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内装 OK 它的内装其实蛮特别一下啦 OK 这个方向盘就是这个新一代 Suzuki Switch的方向盘 然后它的仪表是这一个双环式的很古典的设计 可是不会老看起来是觉得很特别对不对 然后它中间这个是单身资讯幕 然后这个是双环式的这个analog的仪表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task screen 这个就完全 你看这个interior设计是有点古典 但是一看到这个screen 你就觉得特别的 然后下面这边这个也是 这个是一个screen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调节 都是电子的 OK 有风量啊 风量 然后 这个排档杆 OK 世俗自排变速箱 然后这边有这个兜破幅 这个兜破反向辅助 然后这个是跑window 然后椅子等等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置物空间啊 其实这样才真正的很硬派 而且 它的这个四轮切换还是这种机械式的 然后还有这个非电子收刹车 然后因为日本的关系 它还有这个电热衣的功能 看到吗 电热衣的按钮 OK 然后这一个很可爱 它一切东西都很可爱 真的是一个小小台的这一个 Z-Class OK 这个是我们这边试车的workaround 接下来我们会带大家去看其他的车 千万不要错过啦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